9月16日 后热带气旋尼古拉斯在墨西哥湾沿岸中部徘徊 气象预警称 未来几天将有大量降雨 全美有数百万人处于深洪警报之下 其中一些地区刚刚经受了飓风爱达的侵袭 14日清晨 尼古拉斯最初在德州南部登陆时为一级飓风 它的风速为每小时75英里 阵风更高 随后风暴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气旋 但是仍然给路易斯安那州 密西西比州 阿拉巴马州和佛州的部分地区带来了大量雨水 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中心表示 尼古拉斯16日上午转变为后热带气旋 正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中部海岸的马什岛附近 风速为每小时25英里 虽然已经降级 但是它仍然给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 密西西比州南部和阿拉巴马州部分地区 以及佛州部分地区的大约500万人口带来了山洪灾害风险 17日 这些地区可能会有2到4英寸的降雨 一些地区雨量可能高达12英寸 预计会出现轻微到中度的河水泛滥 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中心表示 当天气条件有利于催生山洪爆发时 山洪警报就会生效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山洪会发生 尼古拉斯预计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缓慢向北移动 随着尼古拉斯给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 带来强风和暴雨 它将影响还没有从飓风爱达中恢复的地区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表示 最令人痛心的一点是 尼古拉斯带来的大雨预计将落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 受飓风爱达破坏最严重的地区 爱德华兹表示 由于爱达的影响 该州大约有9.5万名用户仍然没有电力供应 尼古拉斯又造成了1.35万户停电 其中许多是在经受爱达袭击之后 最近刚刚恢复电力的家庭 有点准复 人数字太阳 瑶菱 同照 人数字从 怎么 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